十字人带撕裂是上天给这个天才得分手的恶作剧 当贾马尔·穆雷躺在地上痛苦地拍击着地板的那一刻 我们知道天度英才这个词又奏效了 如果问上赛季季后赛谁是全联盟最强的得分手 和最具韧性的当家球星 穆雷当之无愧 连续两轮率队拖入抢期 50分对标米切尔 3比1大翻盘挑逃洛杉矶快船 创造历史煞入戏绝 19场比赛场均拿到27分 5篮板7助攻 而创造这一切奇迹的他只有23岁 刚进入联盟的那几年 莫林的名字总会以丑陋的方式出现 他会在比赛结束时 给对手来一个人球分过 引发双方冲突 他会在对方放弃防守时 投一个三分刷分 他会在对手向后走时 站着等待着相撞 然后和他纠缠在一起 他甚至还会在修赛季 拍一些小电影 让自己成为所有人的笑柄 唯一称得上荣誉的 也就是一个全明星新秀赛MVP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是联盟中的异类 是加拿大陈冠希 是华众取出的丑爵 球队战绩逐渐有了起色 但进入季后赛前 没有人看好他们 奥尼尔甚至直言 绝今只有约细其一个明星 他们走不远 这让莫林怒火中烧 回击道 给我放尊重点 他得到的回应是 有种赢个总冠军回来 于是莫林仿佛变成了一个 因为环境突然成长起来的孩子 他突然就懂得了承担责任 不再挑起那些 对球队毫无意义的事端 他睁开了那双 像鹰一样的眼睛 2020年的季后赛 成为了莫林证明自己的舞台 标分大赛 立刻绝世 拖着一条伤腿 挑逻快船 最后面对如日中天的胡人 虽然没能更进一步 但他已经赢得了尊重 自此之后 没有人把他当作刺头 小丑 老里福斯说他未来 会成为联盟顶级巨星 勒布朗会胜赞他为关键先生 他用实际行动回应了所有 曾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 他为自己的证明付出了太多 而那条受伤已久的左腿 终于在今年 这密集的赛制中 给了他当头一棒 摧毁了这个 刚刚打出名堂的超级得分手 但无论如何 当莫雷再回到赛场时 他的标签 已从小丑 变成了英雄